填完资料 当你填完资料之后 按确定之后 然后把它跳离 跳离之后的话 当你可以增加一个 那个Activity的生命周期 确定说 我们是把这个 比如说你可以写在 OnStop或OnDetroit的时候 去把他填的资料 记录在那个 那个什么 Preference 就是里面 就是一个偏好设定里面 然后呢 我们按确定之后 就触发 你可以写在 OnStop或OnDetroit的 那个方法里面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 等于是跳离了 跳离了 跳离之后的话 当我下 OnPause 然后会去 OnStop的 我把储存的 那个部分写在 OnStop 那下一次呢 当我怎么样呢 当我再去开启它的时候 那我会怎么样呢 再去把之前 我存的预设值 有没有 把它怎么样呢 把它读进来 也就是刚刚有三个资料 包含就是 姓名 电话 地址 在UnCreate的方法的时候 先check一下 我有没有储存 有储存的话 那就把那三个东西 放进来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丢空置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要怎么做 OK 那比如说我是谁 等下去 早上的这个环境 这个模拟器实在是 那之前已经够慢了 如果今天是更慢了 好 那大概 我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 因为模拟器太慢了 所以 DEMO的不是很流畅 意思大概应该知道吧 就是说 我有三个资料 我要暂时存放在手机里面 它会存在哪里 就带出来了 那基本上 我顺便讲一下 就是说 储存的地方 就是在DDMS里面 你其实用DDMS里面 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用过DDMS里面相关功能 DDMS切过来之后的话 这边有一个什么呢 这边有一个 就是你现在手机里面 RUN的 有没有 有点像工作管理员 目前我们RUN的是这个 GDD02这一个 然后呢 如果你想要知道说 刚刚的那个 喜好设定档放哪里的话 其实你可以到哪里呢 File Explorer 所谓File Explorer 就是说 有点像那个 模拟器里面的那个 档案总管 那这个档案总管呢 会去搜寻你的 这个手机里面的 所有一切的东西 那我们刚刚存的资料 会放在DATA 这边有个DATA DATA目录展开来之后的话 会有一个 我们看一下 在DATA的资料夹里面 印象中是有个APP 有没有 APP对不对 我更正一下 应该是 这个APP是放什么 放那个 我们的 APK APK档的 所以将来如果你要安装 有同学在网路上有问我 老师要怎么安装APP APK档到 模拟器里面 其实很简单 就是点开APP 然后上面不是有一个箭头 传送APK到手机 你就传送到这个资料夹 它就会自动帮你装起来了 所以有一些 如果你有外部 网路上抓到APK档 然后装在模拟器里面 转的话 可以用这种方式 那我们的DATA 在DATA里面 还有个DATA资料夹 DATA资料夹里面的话 其实你在你的手机里面 一样会有这个DATA资料夹 一样的 只是说 这个是模拟器 在你的手机里面 一样会有个DATA 的资料夹 里面还有个DATA资料夹 那DATA资料夹里面的话 还会有一个 就是说 你的手机的那个 APP的名称 奇怪 这个 今天怎么 奇怪